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上形容詞詞詞之前 我們要先複習一下之前上過的連接詞 因為剛剛老師講義上面有一個框格 對不對 是讓你做筆記的 那如果你之前有來上過課的話 應該蠻熟悉的 不管你有沒有來過都沒有關係 有一個印象 英文的獨立詞句裡面 如果沒有連接詞的狀態之下 就是有一個主詞跟一個動詞 一個主詞跟一個動詞 它就可以用句點點在後面 這一種詞句我們叫它獨立詞句 所謂的獨立詞句呢 就是指我們可以直接用句點寫在後面 這種句子可以很簡單 兩個字就可以完成了 比如說 我到達某個地方 你要跟別人說我到了 你可以講I arrived 就兩個字而已 那另外一種 如果我想要讓句子變複雜 我要寫超過一個主詞加動詞 就是我有兩個獨立詞句的時候 我就必須做一件事 就是在中間加入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對等連接詞 對等連接詞我們之前有上過 對等連接詞稍微複習一下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有同學記得嗎 比如說A開頭的and 還有but or so yet nor或是for 所以這一些是對等的連接詞 對等連接詞它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連接獨立的詞句 所以如果我把連接詞擋住 左邊是獨立 右邊就是獨立 所以它的重點就是 對等連接詞連接獨立子句 這是對等連接詞 另外一種叫做附屬的連接詞 好像另外一個顏色 附屬連接詞就是帶領附屬子句的 如果一個詞句是獨立 像這樣子 有主詞有動詞 那我給它一個附屬的連接詞 它就會立刻變成附屬的詞句 附屬的詞句有一個重點 叫做文法不獨立 文法不獨立就是不能夠用句點點在後面 叫附屬詞句 好 這邊寫一下文法不獨立 那我要怎麼樣才可以正確的使用 文法不獨立的這個句子呢 很簡單 我在它的前面跟後面 搭配獨立詞句就成立了 所以我們可以把附屬詞句 任意的放在句子的任何一個位置 可以嗎 這就是附屬詞句的作用 那附屬詞句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前面這個連接詞 我根據前面這個連接詞 來決定這個附屬詞句 是代表什麼樣的含義 我們學過名詞詞句 在句子裡面擔任名詞的角色 我們學過副詞的詞句 在句子裡面擔任副詞的角色 今天我們要學的叫做形容詞詞句 顧名詞意 擔任什麼角色 形容詞太聰明了 今天的課就上到這邊 開玩笑的啦 形容詞子就擔任形容詞的角色 好 那現在的小老師 一般我們學的形容詞 隨便一個 你會的形容詞 講錯沒有關係 beautiful 很好 beautiful 好 形容詞是beautiful 我們一般把beautiful放在哪裡? 好 一片沉默 名詞前還名詞後? 名詞前面非常好 像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我們寫一下beautiful weather beautiful weather 你知道形容詞 剛剛同學提供的修飾後面的名詞 可以嗎? 這是我們一般的習慣 那你才可以講beautiful like good students 好 wonderful men 這一些 那形容詞詞句有個特色 一樣是修飾名詞 但是注意 形容詞詞句 我們必須把它放在他要修飾的名詞的後方 所以一樣喔 它是附屬詞句 所以我在這邊一樣用一樣的符號 免得同學搞混 然後一樣有主詞 有動詞 形容詞詞句 修飾前一個名詞 所以你在做翻譯的時候要記得 從後面翻過來 可以嗎? 好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右邊的句詞 右邊這個 好 你現在只要聽就好了 因為你的講義有幾乎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記得回答老師的問題就可以了 好 形容詞詞句 我們說它是形容一個名詞的碼 那它是連接句子很好的方式 如果有兩個分開的句子 比如說我們看上面這一組 the woman is my teacher 那個女人是我的老師 the woman is wearing a blue dress 那個女人身上穿著藍色的洋裝 可以嗎? 這兩個句子都沒有問題 它都是簡單的獨立的句子 我可以怎麼連接這兩句 我可以用很簡單 我們學過的這句 and 來連接 我可以說 the woman is my teacher 逗點 and and she is wearing a blue dress 可以嗎? 完全沒問題 好 那有另外一個 可以來連接句子的方法 那個方法就是用形容詞詞句 那用形容詞詞句連接呢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要點 我要用形容詞詞句 把這兩個句子合併的話 我必須有一個重點是 它必須有一個同樣的名詞 所以老師幫你把同樣名詞畫底線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講義已經畫了底線 兩個共同名詞喔 這個the woman就是下面這個女人 同一個名詞我才可以改成形容詞詞句 然後我們把這句改形容詞詞句 可以嗎? 好 那講一下 形容詞詞句的第一個字就是連接詞 你可以回顧我們剛剛講的 附屬詞句的第一個字就是連接詞嗎? 那先告訴老師the woman是人還是非人? 人 好 用人來連接 這個人我們可以用戶來代替 看一下這個句子 the woman是主格還是受格? 這裡 主格 因為它是做動作 它是穿衣服的 它就是主格 所以這個the woman 我們可以用戶來連接跟代替 這個字被我們稱之為關代 認識關代吧 沒錯 關西代名詞 要記得形容詞詞句的第一個字 它是連接詞 它也同樣有代名的作用 所以它可以代替掉這個 連接詞 代替它 好 那再來第二件事情 剛剛我們左邊建立的概念 形容詞詞句 加在它要修飾的名詞的後面 對不對? 好 OK 那我們來寫這個句子 我要用這個詞句 改成形容詞詞句 修飾這個the woman 所以寫the woman 我可以再寫一次the woman嗎? 不行 因為我們已經說要改成形容詞詞句 所以寫成who 注意一下關西代名詞是連接跟代名 所以連接跟代名的話就表示 他已經替代掉這個詞了 the woman不需要再寫一次 然後往下寫 is wearing a blue dress 然後繼續完成句子 is my teacher 所以翻譯的時候要記得從後面翻過來 老師幫你把這個框起來 那位穿著藍色洋裝的人是我的老師 可以嗎? 好 再來我們看下面這個 the tea was tasty 茶很美味 my grandfather brewed the tea 這個單字如果不認識的話 話題先寫一下 就是泡茶、泡咖啡的泡 好 兩個句子有一個共同名詞 叫做the tea 如果我們把第二個詞句 改成形容詞詞句的話 看一下 把第二個詞句改成形容詞詞句 塞到原本這個句子要放在這裡 my grandfather,我爺爺泡這個茶 請問這裡的茶是主格還是獸格? 獸格 因為我們知道爺爺泡的茶 茶是他的獸格 所以這個地方一樣寫它是獸格 那它是人還非人? 非人 非人不能用戶 我們給他that可以 很好 好,先寫 the tea 我們就直接改囉 the tea 然後直接寫my grandfather這樣對嗎? 把蛋寫在最後 不對 因為關係詞句 形容詞詞句的第一個字是什麼? 關係代名詞 所以我們要把that寫在哪裡? 寫在前面 可以嗎? 寫在the tea的後面 然後繼續寫my grandfather the other through 好,重點又來了 the tea已經被我們拿到前面用在 這代的t 所以這個the tea就不要再寫了 好,不要再寫囉 然後繼續完成句子 把was tasty寫進來 可以嗎? 翻譯的時候從後面往前翻 我爺爺泡的茶很美味 可以嗎? 好,有了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來打開課本 如果你有書的話 好,請你打開課本到九十二頁的地方 九十二頁的地方 可以嗎? 好,九十二頁的地方 我們看一下第一組例句 一樣是兩個句子 Nicole has a friend Her friend is an outstanding lawyer 好,兩個句子的共同名詞是誰? her friend her friend, yes 互框起來 我們讓符號一致 所以剛剛我們建立的形容詩子句的 第一個字是連接詞 關係代名詞是一個框框 這個地方也是 好,互下面再寫一個s 代表他是主格 可以嗎? 好,沒問題的話 再看一下右邊九十三頁的地方 好,例句第二組 New York is a big city the big city attracts tour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兩個句子 共同名詞是誰? 非常的好 a big city記得話的寫 好,一樣喔 第二個字句改成什麼? 形容詩子句我要塞到前面 小心這邊會不小心有同學塞到 New York後面 可是共同名詞是a big city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把形容詩子句 放到a big city的後面 寫成箭頭的句子 New York is a big city which attracts tourists to tour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目前? 很好 沒有問題再往下走看 第三句 the book won a price 那本書得到了一個獎 that book discussed friendship 那本書是討論友誼 兩個句子的共同名詞是誰? the book 非常好 好,所以一樣畫一下底線 然後第二個句子用形容詞子句 ok?寫成 the book that discussed friendship worn a price 可以嗎? 好,這裡用that 你可以比較一下 剛剛看到了一跟二 我們在第一個句子的時候看到的是 用who代替 her friend 用第二個句子的時候看到 which代替 a big city 對不對? 第三句用that代替 注意一下 that在當形容詞子句的時候 可以代替人或者是非人 可以嗎? 好,沒問題 請你往下走到第五 比如I am learning french from a woman 第二句 I met the woman at the friend's party 共同名詞是 the woman 非常好 the woman 畫底線 一樣 第二個子句 拿來當作形容詞子句寫成 I'm learning french from a woman 好,底線開始 whom I met at a friend's party 一樣whom的地方可以框一下 好,今天第一次看到這個 whom對不對 好,它代表的是授格 你可以在下面寫一個 oh 然後往後翻 好,課本裡面提供另外三種寫法 我們都看一下 第一個 等於I am learning french from a woman who I met at a friend's party 看一下這個who 把它框一下 好,代替人的代名詞 你可以用who或是whom 代替受格 可以好 但是注意一下 剛剛你看到的那個whom 只能代替受格 但是who可以代替主格 剛剛我們有在黑板上寫過 再來看一下 I am learning french from a woman I am a woman I met at a friend's party 這邊少了什麼 關係代名詞對不對 好,這邊補一個筆記 如果關係代名詞 他代替的那個名詞是受格的話 可以省略關係代名詞不寫 可以齁 如果關係代名詞所代替的名詞是受格的話 我們可以省略關係代名詞不寫 可以嗎?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請你再回到講義 我們來做一個練習 驗證一下剛剛我們所學的 好,帶同學一起做 講義第二頁的地方 看一下第三部分,練習 好,辨識形容詞子句 一樣,我們用同樣的符號 將形容詞子句畫底線 用方框框出關係代名詞 標上關係代名詞的格位 好,你可以邊聽邊做 第一題看一下 the school's car,跑車 從that開始畫底線 that parked in front of our shop or school 看到嗎? 好,所以從that開始畫到our shop 停在我們商店前面的 那個that把它封起來 形容詞子句 請問它是什麼格? 主格非常好 所以一樣,翻譯要從後面開始翻喔 停在我們商店前面的跑車,很酷 可以嗎? 第二 the girl who is standing there where is my younger sister 請問形容詞子句從哪裡開始畫? who is standing there 非常好 一樣,請你把who框起來 然後告訴老師它什麼格 還是主格,非常好 好,往下走看第三 往下走看第三 the apartment which Jason just bought is located downtown 形容詞子字句從哪裡開始? which 好,so which Jason just bought 好,which是關係代名詞 那它是什麼格? 瘦格沒錯,想一下,很好 Jason是主詞,他剛買的,對不對? 這裡的which用框框刮虎把它刮起來 好,框框代表它是連接詞 刮虎代表它可以省略 沒問題,再看第四 I'm dating a guy I met at a friend's birthday party 形容詞子句應該從哪邊開始? Yes,很好 I met at a friend's birthday party 這邊少了什麼? 非常好,少了關係代名詞 好,問同學 a guy 是人還是非人? 人嘛 那我應該用什麼?來代替他 who,很好 whom也可以收割 還有呢?that 這裡不要用which就不會錯 好,那這邊省略 你可以自己把它加上去 第五看一下 Did you hear the typhoon that killed more than 200 people in the Philippines? 好,the Philippines是非日冰 記得國家名稱批要大寫 好,那你有聽說那個颱風 怎麼樣的颱風? 形容詞子句從哪裡開始? that畫到底 記得把that空起來 形容詞子句裡面的關係代名詞 可以嗎?好,它是什麼格? 主格,非常好 可以省略嗎?不可以 剛剛說只有受格才可以省略 好,那再問同學一個問題 這個that可以用什麼代替? which,沒錯 飛人,颱風飛人嘛 第六 the report which you are writing must be finished by Friday 形容詞子句應該從哪裡開始? which which,很好 畫到writing對不對? 好,這個形容詞子句裡面的which 受格很好,可以省略嗎? 可以 也可以用另外一個什麼代替? that,很好 記得一樣翻譯也是從後面翻回來的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我們往下來學習寫一下情容詞子句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題目 好,看一下第一題 the man was fine fine這個字一樣不認識他畫底線 當作動詞的fine叫做罰錢罰款 這裡是一個被動 那個男人被罰錢 往下看 the man stole my car 好,這個男人偷了我的車子 兩個句子是不是有一個共同名詞? 幫你寫的叫做什麼? the man the man,非常好 所以底下看到一樣我們把第二句 拿來當作形容詞子句寫成什麼? 底下寫的the man who stole my car 很好,十個年齊寫 the man who stole my car was fine 好,一樣形容詞子句 你可以再做一個筆記 就是再畫底線 這個who是主格,可以嗎? 一樣,從後面翻回來會翻成 那個偷了我的車的男人被罰錢 可以嗎? 沒問題,我們再看第二題 the paper fan was made in Japan Paper fan叫做紙扇,就是扇子 My boyfriend bought a paper fan for me 共同名詞是paper fan 誰會買紙扇給女友? 好,來看一下 the paper fan 然後呢? 應該怎麼寫? that,很好 或者是which 然後呢? my boyfriend what 還有兩個空格寫什麼? for me 非常好 記得 the paper fan已經被我們拿到前面 用這個關係代名詞 that 或是which代替 可以嗎? 所以翻譯一樣,從後面翻回來 我男朋友買給我的那個紙扇 是 紙扇 紙扇 是日本買的 是日本做的 可以嗎? 那 第二題有沒有問題? 沒有 形容詞子句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那形容詞子句,回家記得練習喔 書要打開喔 好 可以嗎? 可以 那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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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